你就是我的唯一 唯二 唯三 唯四 唯五 呵呵呵呵 這是大維京 大維京 嗨 嗨吧 這是大維京 大維京 唷 到底大維京 大家晚安 今天準備一些 題目跟大家分享 都是 這個粉絲朋友在粉絲專頁跟我反映的一些東西 有一個東西我要先幹掉 這個事情我已經遇到兩次了 到時候我會去 我還會去深入了解一下說這個到底是什麼狀況 就是我們之前我們賣出去的車 然後有客人 收到那個燈光的檢舉單你知道嗎 被人家檢舉燈光不符合原廠的那個樣式 然後就收到那個通知單說要去驗車 之前我們一台wish是這樣 後來我們看了半天我們那台wish所有的燈光 我們就回監理站去驗車 驗完之後呢 真的就是原廠的燈光 那我們就問了一下那個驗車人員 說啊這個這樣不是很奇怪嗎 然後我們得到驗車人員的反應是說 有人檢舉你們就要回來驗 這樣不是很奇怪這樣不是擾民嗎 那個wish原本在保險桿上就有日行燈了 原廠就有日行燈了 然後他說有人檢舉就要驗車 那我在路上 我看到蔡時安他的車堵欄 我就直接檢舉他這樣 我那原車的我要請假 跑一趟監理站去驗車 這樣對嗎 這樣對嗎 然後我最近又遇到第二次一台馬5 馬自打5也是一樣 去驗原廠就是長這樣的日行燈 我也沒有拆任何東西 也沒有改任何東西就回去驗 驗的就這樣 好了OK了 看你娘人家檢舉我 我就要回監理站這樣喔 這樣我一天可以檢舉五六百來 不驗會罰款當然罰 你不去你試試看罰單就來了啊 我覺得這真的很閒的啦 我們是沒關係我們每天在弄這些事情 可是像我們遇到 這一次遇到的馬5就是我們車已經賣給客人 那客人回來說欸 小四你們的燈光怎樣是有改過 我收到監理站叫我去驗車什麼什麼 說我燈光不符合什麼什麼 開回來看沒有啊 就原本的啊 然後幫他去驗就是這樣就過了啊 我覺得這真的很閒的欸 客人還罵我被客人罵 那算了沒關係 客人後來也理解了 客人還請了假 結果是什麼烏龍 怎麼可以這樣 這真的老民欸 我們都不知道民意代表很可能欸 還是民意代表現在沒空理我們 應該有空了吧 那個什麼同意不同意都投完了 我先我不管說你原出場是刺眼還是不刺眼 那個是當初你們政府驗車 那個單位說好可以這個燈光可以過 出來刺眼 也不是我的問題啊 我不知道這檢舉燈光到底是怎樣 可以用說的就像這樣喔 都不用佐證喔 那真的很閒的啦 我覺得那真的很閒的啦 那我做的事情啊 這到底是什麼什麼條文 現在我在路上隨便一個人指著我說 小師你殺人 我就要被抓去審問了嗎 你都不用有什麼政機 什麼東西都不用 那不是這樣 大家已經不能賺錢 賺錢不能賺錢 上班不能夠家庭 還要賺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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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要賺錢賺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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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真的 世界人沒有賺錢是大堆 曙光說有實名 我跟你講我問捷警站他們說不知道誰檢舉的 他說他們就是收到單子就是要驗 就是這樣 好啦反正燈光這個大家注意好不好 我也不知道這檢舉在衝他小 有知道的人在跟我分享好不好 還有這個他買新車嘛 然後透過新車業務估價估了舊車 然後一樣舊車估掉了 然後舊車估掉了之後過了一個月跟他說什麼 他的車後面有撞過會漏水 然後要扣5萬 大概就是這種月經文日經文 之前常常一而再再而三跟大家分享的事情 很多人在賣車的時候都要賣高一點的價格 小師你抱好便宜喔 怎麼樣你怎麼抱得比人家便宜 怎樣怎樣我是粉絲呢有沒有 之類的 好啊聽很多了 反正我就是基本上 我就是抱持了一貫的態度 價格給你參考你就多比較好不好 這個我不敢力宏敢 比如說這樣嘛對不對 反正簡單講 他就說這個扣5萬他就問我怎麼辦 我說當初有沒有看車有沒有簽合約 他說有有看車有簽合約 更添的是我說那合約你有留存嗎 他說合約我要一份嗎 我看你簽合約你沒有一份 那我趕快去跟他要 你現在跟他有糾紛 你跟他要合約他會給你嗎 簽合約當然是一四兩份一人一份啊 如果檢查含氧感知器是否正常 一般含氧感知器如果壞掉就是亮電腦燈啊 如果沒有你就是要連接OBT2去查 那再專業一點你就必須要拿那個 商用電表去量他的電壓值啊 要量他的主抗啊 可是你要有查出他原廠原本正常的主抗是多少 你才可以知道他是不是在一個正常的運作範圍啊 A20原廠B正常死硬嗎 不會啊Q好不好 我跟你講這個東西不一樣啊 有人的死硬跟我的死硬不一樣啊 每個人對死硬的感覺真的不一樣啊 也許在別人那邊人家覺得很軟啊 對不對 你不要以為人家說好硬喔 這真的是很硬耶 可能是假的喔 可能在說場面話喔 那不一定喔 你說的硬是什麼硬 我說的軟又是什麼軟 不太一樣啦 這個禮拜很多人貼那個什麼台中調表的那個喔 說很多車都調表喔 這其實也沒什麼好講啊 我都已經見怪不怪了 現在我跟你講喔 現在我觀察起來調表的人是變少了 但是還是有啦 那真的沒有以前泛爛我說實在話 我跟大家講一個故事啦 以前喔 調表這個事情連同行都會調同行了 比如說 他買了一台什麼車20萬公里 車行這個同業之間會盤來盤去賣來賣去對不對 然後他買20萬公里回來他就調成10萬了 然後叫小四來買 他可能在美容再做一下 再稍微調一下 不要讓車那麼髒亂 看起來像跑20萬的樣子 因為車商 他自己是車商所以他知道說 他要把表調到10萬大概是要修飾哪些地方 所以同行就調好以後再叫同行來買 小四我這邊有一台什麼車喔 這個盤給你 你回去賺錢 你來看一下 跑幾公里跑10萬而已 比如說這樣我就去看 殊不知回來 那還是調表車 有些車行 他是真的有可能他賣到調表車他自己不知道 我說以前啦 可是因為現在有很多的管道可以去查證里程數 所以同行騙同行狀況已經減少了 七八年在之前很泛爛 同行都雕同行 真的啦 那個都這樣以前很多 我跟你講啦 我以前本來曾經我想要弄過一個同行 我後來沒有弄他 但是我就 再也沒有跟他做過生意了 我甚至我可以跟大家分享要怎麼弄他 我去某一間車行同行買了一台 我不要講什麼車好了 買了一台車回來之後呢 我透過關心預言廠查證紀錄 那台車被調過表 然後在那個時間點上面啊 就是客人賣出車子到表被調完 那個時間點的佐證上面 我99%確定一定是賣我車的這個車行條的 我如果你想想看 我剛剛買這台車回來 我整理完我沒有查證 我就賣給下一個人 那代表我沒有品管 然後下一個人買到也倒楣啊 我是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如果我沒去查的話 我是真的不知道 但是我有去查 那好我就很確定那個時間點 那那個時候我跟你講 我可以怎麼做你知道嗎 你就跟他講說 這個你賣我的那台什麼車 這個表我已經賣給客人了 客人回去這個園長查發現 這個表有被動過 現在客人回來再跟我揮 那不好意思 我想要問一下 這個請教一下 這個你要不要去看一下 你這車當初跟誰買的 你也中槍了還是怎麼樣 先稍微吐逃一下 你不要戳破他嘛 不要說你給我調表 不用 社會在做事情 不是這樣直接去弄 直接去翻 沒意義 我就直接提示他就好了 你是不是被客人騙了還是什麼 現在客人很生氣要告我 那為什麼要這樣講 為什麼要說我賣掉了 因為這樣他就不能說 那我幫你收回來 你懂我意思嗎 而且再來第二個 他知道被發現了 那是他自己調 他自己心裡一定很清楚 他一定會擔心緊張 好然後再來就是他就會答來說 那請問那現在怎麼辦 我說那個客人好像不讓我回收 他現在是說要告我 我這邊我說沒關係 反正也不是我調的 客人告我 我當然 不好意思我就要告你了 王老闆 不好意思 因為我跟你買的 不是我調的 他告我我就告你 你再告上一個 看你跟誰買的 最後一定會抓到一個調的 他是不是更緊張 然後更緊張之後 他就說那這個可不可以再跟客人這個 喬一下要怎麼處理這樣 客人說這個要可能 他的意思是說他沒有要退車的意思 他覺得車不錯 就單純被調表他很不爽 然後這個客人意思要賠個十萬這樣 你就可以去勒索他了 因為我99%以上的把握知道一定是他動的 所以他一定會付這個錢 對不對 要不然他就詐欺就這麼簡單 我跟你講這個社會就是這樣 如果懂法律人要玩你你是被玩死的 你不要以為車收回來就沒事了 你真的遇到難搞客人 不是要車給你收 我不給你收 而且我還是要告你 3.5MK 3.5跟馬三建議入手哪一台 我是會買馬三 可是這個我覺得 每一個人的 喜歡的東西不一樣 因為我喜歡那種比較精緻的東西 有設計感的東西 所以你問我這個問題 我不覺得我回答你是因為說馬三很棒 或者是他馬力很高或什麼 其實不是 我覺得買車一定要盡量把買車這件事情 弄到最主觀 不要被太多的車評啊 或者是數字去影響 我覺得 你看每次你在買房子 你在跟你的親朋好友啊 同學啊 說要買房子 我告訴你 綜合最讚 我跟你說 我們那個綜合方便 捷運站 綜合的永和路 比如說 大陸打過來我們再綜合 你如果住綜合的話 他想要打你 他還找不到路還迷路 哈哈哈哈 對不對 我們綜合最棒了 交通更方便 吃東西更方便 就會有人講 我跟你說 要住這個板橋 我告訴你 我們板橋最讚 板橋車站 你知道現在一片多少嗎 新北市的天龍國呢 所以每一個人都會有自己很主觀 他習慣的認知嘛 你當你要買一台車的時候 你如果聽了很多這一些 周遭這一些 每一個人的那種 你一言我一語 你買好樓啊 活得精彩修得痛快啦 聽了一大堆 你沒有一個東西能買 你不知道你要買什麼 所以我非常的 推崇一件事情就是 一台車你都去多看都比較沒關係 你真的要挑一台說 你覺得你坐進去裡面 你就哇 我覺得我好喜歡他這個感覺喔 然後他的外觀 你會覺得說這個是我的車路 他停在路邊 我在按啾啾 把它打開的時候 哇 這是我的車耶 那種感覺 就好了嘛 就OK了嘛 是不是 急速拍檔有看過啊 我覺得還蠻好看的耶 還不錯 有想做那種節目嗎 我跟你講喔 我每次看大陸的車媒 就覺得很羨慕 因為看得出他們的預算真的很夠 像很多人在講說啊 台灣的車評怎樣 可是其實 你們要認真想 像這樣子做是真的沒有預算的 小思想做收車到整些影片 就很難回本 大陸堂主就完全不是問題 對啊 他們的那個 看的人數真的很可怕 他們一百萬的觀看 算是 小YouTuber 你知道嗎 我們在這邊媽一百萬 哇看 掌聲不要停 那個差很多好不好 我說實在話喔 我認為這個跟風氣有很大的關係 我記得以前喔 我跟大家提過說 我曾經看過應該也是急速拍檔做的 他們每個人去買 買一台那個電動車 都是大陸他們那種自製的 然後就是 還有用那種玻璃纖維 黏一台Bugatti 然後裡面裝個馬達的 你知道嗎 這個車竟然是可以上路的 我真的覺得這樣子有沒有 這個產業才會比較活絡 我跟你講台灣不是沒有這種技術 你看 有人有看過嗎 四個人一人買一台電動車 最後還賠錢賣掉 然後美國也可以啊 美國你可以把車都組裝起來啊 你今天去收了四台一樣的車回來 然後你自己去燒和結構換引擎都沒關係 然後最後好了之後呢 今天你這樣會派機查人員來你現場 然後車頂起來查驗你所有的結構 什麼狀況 覺得有沒有符合法規 強度可不可以 安不安全 你這台車就可以去領牌 這樣子才好玩啊 不是嗎 這樣傳產才會活絡啊 社會才會進步啊 幹人家這樣下個禮拜的那個直播精華不好撿欸 拜託啦你們問一下車的問題好不好 是Focus嗎 如果是Focus的話 我之前好像講過了 我覺得他們那個福特的最近的渦輪的車的那個水道 好像感覺有一點耐不住高溫 所以一旦不小心溫度過高 引擎就會水道就會重開跑到引擎裡面 有聽說是這樣 但是目前遇到好像也沒有多到說很誇張 兵物箱有濾網要檢查目視才換嗎 不是啊 其實兵物箱有濾網你就看 大保養的時候可以一併換就好了啊 阿提斯只有冷氣沒有暖氣是什麼問題 熱水閥 近期風露營有打算跟風沒有 當然我知道 有人喜歡啦 那每個人喜歡都不一樣 我只是覺得 家裡難道不香嗎 床上的棉被難道不香嗎 那個頂多就是算睡在戶外啦 對啊 就有人講嘛 主要只是清盡大自然睡在外面而已 輪家只是騙妹的理由 怎麼可能 有幾個正妹要跟你去錄影 那只是去拍照而已吧 他可能跟你在那邊客難嗎 我覺得不太可能 拍照而已啦 當然是你要搭帳篷啊 我每天起來都搭帳篷啊 妹子如果你願意的話 我隨時可以搭帳篷給你看 搭帳篷我是一流的高手耶 我帳篷搭的可好 整體車子都先從板烤開始在內裝在底盤 為什麼第一個是板烤 不一定喔 但內裝一定是最後啦 內裝一定是最後 可是其實我跟你講 內裝跟板烤正確來講 應該是最後才對 你應該要先把基建底盤弄好之後 再來弄板烤最後再弄內裝 渦輪車改卸壓法會沒力嗎 會喔 會比較沒力喔 你要看內卸還外卸啊 你外卸比較沒力 內卸就不會 好啦時間差不多了 十點半喔 很開心又跟大家度過了 將近兩個小時的時間 好不好 到底達倫法在哪裡 好啦大家晚安喔 大家晚安